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们讲教会界里面 通常传统跟灵恩总是画一个界限嘛 对不对 传统灵恩神学 保守跟现代时代派教义 他们都有自称其名的地方 他们都有自己认为对的地方 我们解释圣经的地方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叫City Harvest 或者说New Creation Joseph Prince 各位听过他们的信息 如果他们现在跟我在这边一起 然后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二章 《使徒行传》二章这样翻开 然后我们解释圣灵降临 那是什么一回事 我可以百分之百跟各位说 我的解释 因为我听过他们的信息 跟他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很大的差距 那你问 不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但是很大的差距 这句话比较要小心的讲 很大的差距 那么你问 诸布斯 为什么你的见解怎样来的 我说从圣经来的 那你问他 你的见解也是从圣经来的 他也会这样讲 所以which is which 哪一个是真实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两个人都可以解释这个圣经 所以教会界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 一个很关键的教导 不统一的问题来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解经跟试经的系统 各位了解吗 好像我们传道人读神学 解经 试经的一个系统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还有那个背景 解经 试经的背景 context 这是很重要 这是很关键的 圣经不能自己矛盾的 自相矛盾 对不对 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有一个共同内容 这个那个系统背景很重要 所以这个先要对 这个是一个关键 对不对 但这个关键这个对了之后呢 然后还要有教会历史2000年 教会历史 起码改革中 从马丁路德开始 John Calvin Waisley 他们 Spurgeon 这些人 他们是很正统深圈 他们也是 那时候一个时代的复兴 是接着他们来 你现在经历的那个上帝 那个圣灵 是不是他们也经历的 如果你现在经历的 好像那个时代的 他们好像经历不是这样 那你又要问 你要scrutinize yourself 你要自己 scrutinize 华文怎么讲啊 就是你自己要 讲不出那个华文字 scrutinize 怎么讲 你自己要 检讨你自己 检讨 你所信的 完整吗 全备吗 你一定要这样检讨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圣经 还有历史 这个两个先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两个呢 一个是学术 一个是 一个是历史 教会历史 所以这个还是留在学术性跟历史性的层面 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活在 也加尔文 不活在John West 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 现在按着整个圣经的一个正统 一个没有矛盾 支枪矛盾的教义 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现在上帝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群体 就是现在好像朱牧师跟这个信心的群体在一起的时候 我再要再 scrutinize 再次要 验证 到底我 我教导的 能不能使你们受益 那我们当中 比如说比较爱主的 好像我们慧君传道 文刚长老 对 牧师这样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也常常跟传道 我这样解释这个 对吗 你可以受益吗 所以他们是爱主的人 所以呢 他们也能够受益的话 哦 又对了 再次多一个 印证 对不对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是我教导出来的 所以他们跟我的想法是有一点一样 所以我又要小心 是不是我影响了他们 所以我在这个教导要全备的话呢 不但是我自己牧养的群体 我要跨越我的背景 我的文化 我的经历的 去到这样的人群里面 再用这个教导 在这样教导的时候 又发现 他们好像有些地方不能受益的话 我又要问自己 那是不是我的教导还不够全备 虽然 总而来讲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狭窄 或者片面的地方 各位了解吗 狭窄跟片面 understand 狭窄 虽然整体没错 主要根基没错 但是狭窄片面的地方 叫另一个民族的人 比如说中国人 阿拉伯人 泰国人 或者有一些黑人 他们不能经历我经历的一样 那我又要再 scrutinize myself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有一点可能还不全备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再祷告 然后才能够继续完备的 所以为什么牧师要宣教 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昨天我跟我们同工们说 牧师六个礼拜不在你们当中 其实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 因为圣灵是接着全备的福音来彰显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 这样 scrutinize他自己 然后他就教导 然后这个模式这样出来 这样教导 然后造成就是有一种风气 有一种时代主义 就只有这样的人能够经历神的 这个就不对了 那个我们就狭窄 虽然可能主要真理没有错 但是狭窄片面起来 我在韩国有个弟兄就跟我说 牧师我听我教会的牧师 他们都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的 我听他们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但是我的灵就是动不起来 不但是我这样 我旁边的弟兄姐妹也这样 GG都对 神学教育没有错 但是我的心灵就不能动 为什么 因为那个牧师只有在一个 学术跟历史经得起考验的 OK这样教导 那现在呢 信心的群体 现在他要牧养 然后当中呢 有一些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的 有一些 你要教导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地方祷告 所以他的信息有一个片面 有一个狭窄度 所以这样的人不能蒙恩 所以要做世界福音化工作 要做世界福音化工作 其实一方面是 不但是主教我们做 完成他的大使命 另一方面是你去的时候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 你领悟的很多的真理 很全面的眼光的时候 你才再次回来看你所教导的 你才能scrutinize你自己 各位了解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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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